手工先切牛排放在烤炉上来回翻烤 鲜嫩肉质飘出阵阵香气 这是知名连锁美式牛排过去想吃 得花上近千元 但农历春节过后 业者宣布20号开始要降价了 12盎司热野牛排原价1700变成1249 还有6盎司火烤德州牛排 700降为500 8盎司则1700元就吃得到 平均降幅2到3成 去年有涨过一波 我最近其实是没有降 可是是稳的 就是平平持平的 那所以我们觉得 我们希望用回馈的方法 业者说明 就是要趁农历年后 帮大家荷包补血 也趁机抢升量 而春节前肉类和商品等需求高 价格一直处于高档 现在春节结束 价格有变动吗 高丽菜啊 还有那个菠菜对我这样 大概有百分之十或二十吧 我觉得差不多 我买那个鸡爪跟鸡肉 以鸡肉来说民众感觉 还是按春节时没差太多 防土鸡一斤约三百 老板也说可能得等到 元宵后价格才会降 目前价格都还 就持稳这样 可能要元宵过后再看 另外还有猪肉价格 想降价也得看需求 以及毛猪数量 以毛猪交易行情来看 过年前一周 平均每公斤最高价格为94.85元 现阶段则是每公斤平均89元 另外还有单价17号开始降3元 批发价每台金52块变成49块 产地价则是42.2元 但未来价格是否会在开学后再有变动 还得观察 TVBS新闻新闻想找慧先拍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